大家好,歡迎來到KK做,我是KK 終於又來到新的教學影片了 好,我們今天要教什麼呢?就是光的教學 想必在每一個作品裡面,光的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好,為了教大家光的這個做法 我們今天會教到一些比較深入比較困難的一些操作方法 好,差不多說,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麼今天最主要光的教學就是運用圖層這邊的混合模式來進行它每一個顏色的變化 然後其中混合模式的有一個是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以的這個功能 好,先來開一個圖層來給大家看一下除以的這個功能是什麼意思 好,我通常是先用塗抹融合的這個筆刷 因為塗抹融合這個筆刷它就是會給四周都進行模糊 然後並且你在上新的顏色的時候它可以做融合這樣子 好,用這個塗抹融合的筆刷之後呢 然後現在看到顏色的部分 現在的顏色算是處於深藍色的這個顏色 然後我把它調到最深的深藍,彩度最高的給大家看一下 它塗出來會是什麼顏色 好,現在看到就是黃色嘛 所以大概就會知道它這個除以的意思就是 它會把你這個深藍色的部分 轉換為它對應的這個黃色的顏色 來進行更動這樣子 彩度越高的話 它所顯示的對面的黃色的彩度也就會越高 好,如果我現在把它的彩度和明度都調低一點 就是把它這個再移下面一點 來,它現在是不是就會彩度越越低 然後但是除以它不單單只是顏色上的相對而已 它連明度的黑和白它也會做顛倒這樣子 所以既然你往下調就代表說是明度變低 除以的這個功能的話 它就會把它的暗變成亮 所以你看到現在第二層就會比較亮一點點 好,現在往下調明度會變暗了 現在畫出來是不是又更白了 它會把它的明度給調高 但是相對的彩度是不是變低 它黃色是不是就慢慢的變不見了 再往下調變得越暗 它其實就慢慢的就接近白色的顏色了 好,然後這個大概就是除以最特別的地方 最主要除以就是它會把它的色相 從原本這個顏色對應變成它這個對面這個顏色 然後相對的彩度如果越高 它一樣會顯示對面這個顏色彩度很高 好,然後第二點就是它會把明度的高低做轉換這樣子 它會把明度越高的話 它會把它變得很暗 然後如果是明度很低的話 像這樣的話 它會把它變得非常亮 好,大概就是除以這最特別的兩個要點 好,除此之外呢 它目前都還是在同一個圖層上這樣畫作 看起來就只是像是色相這種轉換的光線 光明亮的這種轉換而已 好,最主要它就是它在兩個圖層疊價的時候會有更特別的光的效果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目前是顏色把它調彩度高一點給大家看 這是第二層的感覺喔 然後塗下去 你看它這個地方疊在一起的地方 它是不是就會把它做加亮 然後這邊也會加亮 然後彩度也會比較明顯這樣子 它就是在第二層疊加的時候 它會把它的底層的跟目前這個圖層的進行疊加 然後並且互相的增加它的數值這樣子 它這樣就會形成那種光線的一種效果 是我覺得目前試最久來看的混合模式是最接近光的感覺的 好,現在大概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廚藝的這個混合模式是長什麼樣子啦 接下來就開始實際的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畫光的時候的步驟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首先先開個新的塗層 然後要記得先把處理的這個混合模式先開好 不然顏色就會跑掉了 然後第一個就是我會先把顏色調到這個算是淺藍的部分 所以它對應就會是紅色 然後調比較高的話它就會是比較接近淡淡的那種粉紅色的感覺 先塗在底層 先塗在底層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目前知道光是從哪邊照下來 就是從上面這個地方 往下照的一個光暈的這個地方 好,接下來這個圖層就這樣啦 然後再開到第二個圖層 記得開層除以這個混合模式 好,接下來就是目前看起來就不太像什麼光的感覺嘛 就是要把它加亮啦 加亮的話我就會依據它底色是什麼 它底色現在是藍色對不對 對,我就是會把它切成藍色這個部分 然後進行光線的那個增量 增量是不是 增量是不是就是代表說 除以就是要用比較暗的 它顏色才會變亮 然後像這樣把它刷上去 它是不是就會有亮亮的感覺 它就會跟下面這個 有點粉紅色的底 進行融合這樣子 大概現在就有一種淡淡的光透進來的感覺 對不對 好,接下來這層也OK了 好,再切到下一個新增一個圖層 一樣喔,也是要開除以的這個混合模式 好,現在就是這一步驟是最重要的啦 那就是我們光線 光線的話 在上一次Clip Studio Pen有一個按鍵 也是一個快捷鍵沒有交到 它也是算是在Clip Studio Pen裡面比較特別 而且我覺得非常好用的一個 算是快捷鍵這樣子 它就是會幫你直接把 把你的直線 直接幫你可以用直線出來 直接幫你 很固定的一個點進行直線的延伸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在光的很有效的效果 好,那這個按鍵是什麼呢? 就是Shift Shift 這就是會幫你把從這一點 這個是第一點喔 然後按住Shift 到第二點再點一下的時候 它會幫你做一個直線 直線的延伸 就不會說如果你比 沒辦法畫直 有時候會畫歪這樣子 它就不太像是光那種光線直線的那種感覺 好 這個問題就是很好解決啦 因為就是一定都會是直線 這樣子 好,首先 就是光線要怎麼畫呢? 很簡單 就是你在上面先點一點 確定它的第一點之後 按著Shift 點到你想要的地方 按第二點 它是不是就一個很直的一條線出來了 好,這時候還沒結束喔 看起來現在就是非常ready的感覺 然後這時候就是要用橡皮擦 柔軟的這個橡皮擦把它打淡一點 好,現在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有光線的那條線的感覺了 好,一條當然太單調了 我們再多加幾條 有時候比刷大一點的光線也是有的 一樣按Shift把它加下去 然後點掉 然後這裡也加一條好了 因為畢竟光線是從上面下來 而且朝四面八方擴散的嘛 所以就加幾條光線 加在上面 來 然後這時候再用橡皮擦 把它每一個線條給打淡一點 覺得這裡就旁邊一點 然後打淡一點 好,現在就是第一層底色的光線啦 這個底色的第一層光線這樣加完之後呢 突然會發現 後面這個 剛才加這個亮度是不是不太夠 好,沒關係 我們都可以回來再重新調的 一樣是調比較深的深藍色嘛 它會變能亮 然後就可以它繼續加在 加上面光線的地方 把它加的再亮一點 四周再加的 亮一點,沒有關係 好,大概像這樣加完之後 目前這三個讀成就是這樣的樣子啦 好,現在整個算是底色的部分 都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要進行它的彩度 和凝度之類的這些調整 好,接下來這一個就是要增加它的彩度 好,彩度的話 我也是會依照它的底色 它現在這個最主要底色是不是藍色的 我們就要調到黃色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彩度比較高 它會顯示什麼顏色 就是它對應的這個顏色 就是深藍色彩度很高的 然後它是不是就會把 它這整個地方的彩度 給提高 然後大概提高到一定的程度這樣子 它你就會看到它這個旁邊的這種藍色 會漸漸的跟中間的這個光線進行亮度的提升這樣子 好,現在就是已經把它光線四周圍的彩度都已經慢慢提升了 好,彩度提升完呢 另外就是剛才說的就是明度也要提升嘛 好,明度要提升的話 是不是又要回來這個深色的部分 就是跟剛才這個燒藻加量這個地方一樣 是要加比較深的深藍色的 然後一樣是要把它改成除以 然後一樣淡淡的加在它的四周圍這樣子 它就會慢慢的一點一點的提高它這個光的亮的程度 然後最主要是要加在它這個光線的最上面這個範圍 因為旁邊就會慢慢的淡掉嘛 所以大概就是像這樣 然後它是不是現在就會有一個聚焦點散開這種感覺 好,現在加完一次的彩度和一次的明度這樣子之後 發現其實它還是有點不太的亮 所以我們就是要在接下來第二層的彩度提升 然後就要回來黃色的部分啊 然後你看這一次再疊加下去之後 然後它是不是就會整個看起來就慢慢的越來越亮了 越來越亮了這樣子 好,接下來就是第二次的明度 一樣要先記得切除以調回暗的這個 再點最上面這個部分 點一點的把它調亮 然後有時候太亮就是把它擦掉 好,目前就已經提升到一個感覺是非常有那種光照下來那種刺眼的感覺 當然現在的感覺其實也還是沒有非常的足夠 好,接下來就是要加一個很特別的 我目前就是我發現覺得要加這種效果很特別 好,先新增一個塗層 一樣開成除以 然後接下來這個顏色很特別 然後接下來這個顏色很特別 就是要把它開成藍色 藍色是不是剛才最最最底層的這個有用到的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是要把它直接加在上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感覺 調 應該算是要調亮一點 應該算是要調亮一點 亮一點的 亮一點的 紫色出來 應該算是黃色啦 應該算是紅色 給它調出來 然後加在這些光線的旁邊 一點點的延伸這樣子 好,現在加完了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光的那種亮度出來呢 就是這個我會加在下面會有的粉紅色 是因為它會幫你把這個光線給凸顯出來 有沒有,現在就發現它這個光線凸顯出來 而且會比較的銳利 而且會比較有柔和的感覺 然後 目前看起來就是知道是一個光線往下照的感覺 當然 只有光線照下來感覺還是不夠的啦 我這時候還會再加一個 之前 之前有教過的一個筆刷 就是穩長的筆刷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透明水彩啦 然後 我這時候就是為了要營造出它 它那種光線照到陰霧的感覺 所以我會運用透明水彩 它會那種淡掉的感覺之類的 好 這時候我們就不需要再開處理的這個混合模式啦 我們就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 比較長遠就是柔光 柔光其實也 你自己調看看它其實就是會幫你把底色跟你這個現在調柔光這個塗層 進行柔和的混合這樣子 好 現在 我們剛才加了粉紅色嘛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也是把粉紅色加在四周圍吧 然後你就是用透明水彩R這個點一點在它旁邊 你看有沒有 現在它這個感覺 就有那種陰霧的感覺出來了 加粉紅色太無聊了 我們就一樣是加 嘿 我之前有說過 我常用就是 淡的這種青藍色和粉紅色 來用在這個透明水彩R這個上面嘛 它就會有 這種雲霧的感覺 有沒有 這樣就 就開始會有那種塵色的感覺出現了 就是我跟你們講說 這個我常用的筆刷大概就是 應用在這些地方啦 有沒有 這種雲霧的感覺就出來了 好 目前就是這個整個光線 大概算是 最基本的一些 一些功能及它畫法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要畫得更細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 再進行增加啦 或者是 像是再加一些粒子效果嘛 我這時候 其實在新增圖層 其實不用改粉紅模式 就給它直接 粒子直接加下去一點點的話 這樣加在附近 太多就把它 大淡一點 它就 就根據光線的方向來進行 粒子的一些 增添這樣子 像是光線有些 就比較多啊 就加在光線的附近 太多就把它擦掉 對啦 那個就像這樣子 好 現在大概就是有光線那種感覺 照下來的那種層次感啦 好 這大概就是我光線 像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做這樣 光線的這種效果 其實 這都是我自己慢慢發現 覺得這樣的光線是比較柔和的 你自己如果有發現更好的光線畫法 當然是更好沒有錯 對啊就是我這個 就最主要是提供你一個 目前我看起來 算是基本款 看起來看出來是光線的感覺 好 嗯 這個光線交完之後呢 這次的光的教學很特別地方 就是我們會 我會給你一個素材 讓你進行 回家可以做練習 然後 如果覺得畫得不錯的話 就可以上傳到 我Facebook粉專的貼文的底下 然後來或者是直接 Facebook的直接用訊息連把照片傳給我也可以這樣子 好 今天的練習題就是這個啦 之前給大家演示的這個雲的教學 我已經給他做一個光線的增加了 好 原本是長怎樣的 給大家看一下 沒錯 現在沒有加光線的感覺 感覺這張圖就多麼普通 就是非常的 該怎麼講 就是沒有什麼層次的感覺 就感覺像是一個雲加在上面 真的是 還不算是成熟的一個作品 對 現在加了光線之後呢 像是第一層 我不是說了 就是粉紅色的底 接下來是亮光 光線 彩度增加 亮度增加 再第二個彩度增加 再亮度增加 然後再加一個粉紅色光 有沒有這樣整個加下去 它就會 會有那種光線照在雲上面的感覺 然後最後再加雲霧的感覺 對 就是某一些像是粉紅光的啊 或者是 增加彩度或者是亮亮度的這種東西 其實不只是要加在光線的上面 你在物體上面有時候也是要加 加上這種亮光的效果 像是我把紅色關掉 你看 其實我在雲上面 其實亮的部分 我也是有加上這個光亮的這個地方 然後彩度有時候也是會有增加的 對 我會有時候會增加在物體上面 就是要進行整個畫面的調動 而不只是單單只是光線上面的調動這樣子 好 今天給大家的練習題就是 把我原本的這個雲的這個圖 然後加上光線的這個練習 然後傳給我看 然後我覺得OK 我就會回大家OK 然後如果有一些地方還需要做修改的話 我會也會打在下面跟他講說 大概有哪些地方還要進行微調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光的教學也就這樣結束啦 好 記得大家要回去練習喔 然後記得上傳給我看喔 這樣才可以慢慢的進步 然後讓你的 繪畫的這個興趣變得更強大這樣子 很快的我們下一個影片 教學影片再見囉 好拜拜 這個廚藝也是我最近 應該算是最近才發現了一個 還蠻有光感的這種 塗層的混合模式這樣子 好現在就 來 教大家畫雲的這個 不是畫雲